- 為何要出現? - 要出現衛兵器 - 我不認為它在 NATO 組織準備準備 - 但這就是事件 - 我不認為 NATO 組織在 NATO 組織 - 要把 NATO 組織進入 NATO 組織 - 在這時期 中間的戰鬥 - 可以聽到美國宣布的新一輪8億美元 - 大約台幣250億的軍援 - 其中確實就包含烏克蘭敲碗已久的 - 155 公里榴彈泡用的極速彈 - 這種武器發射後會釋放大量的紫炸彈 - 在廣大面積造成無差別傷亡 - 而其中就算沒有爆炸的 - 也會變成未來的未爆彈 - 在衝突結束之後 - 恐怕讓這個環境有數十年的威脅 - 因此國際非政府組織、聯合國都公開反對 - 擔憂亞彈在未來會讓平民傷亡 -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